歷史上的7月26日 普遍被認為是 時任日本總理大臣 敬衛文某 發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日子喔 不過啊 同樣的概念 其實在尊中山時期 就不斷的被倡導了 那時候叫大亞洲主義 而敬衛文某所提出的構想 強調將日本帝國本土 與扶植政權 新征服將與 融合組成在 經濟、文化以及政治上 互相扶持的整體 以日本為盟主 成為根幹的大亞洲秩序 承認大東亞共榮圈裡面 各族群獨立的意向 建立以國防為中心的協同體制 完成亞洲真正的解放 而事實上 也確實有國家 因為這個概念而被解放喔 譬如南京國民政府 菲律賓、緬甸及自由印度等等 只是後來日軍在中途島戰役失利 大東亞共榮圈成為了 合理化侵略的藉口 原本以解放者自居的日本 頓時變成了壓迫者 造成各地反日運動前鋪後繼 因此 當日本於二戰戰敗以後 大東亞共榮圈解體之時 亞洲的國家很少出現同情日本的聲音喔